这会劫匪可不一般 人家抢钱用麻袋 他们抢钱用气管 哗啦啦一下 钱全从金库里吸了出来 哇塞要不要这么轻松啊 但实际上他们为这个计划 做出的缜密准备 足以令我们瞠目结舌 事情得从一个月前说起 男主吉米是一个尴尬的美国男人 人静不惑之年 他既失业又离婚 因为比赛受伤 他被迫退出自己热爱的体坛 好不容易找了份工作 结果老板第二天就把他给开了 理由是他腿有点瘸 郁闷的他来到酒吧跟弟弟诉苦 可刚一进门 他就碰上一个弱智赛车手 对方一边炫富 一边取笑吉米的独臂弟弟 吉米火气上来 拎起拳头就把别人暴揍一顿 弟弟也不甘示弱 跑出去扔了颗燃烧瓶 把别人车炸了 完事后兄弟俩还乐得不行 这时吉米提出一个更大胆的计划 咱俩要不一起抢个钱吧 弟弟笑容逐渐凝固 你上次说这话 我他们去牢里蹲了半年 但吉米表示 这次的情况不一样 原来他的上一份工作 就是给一家赛车公司修建地下工程 他了解到公司的运钱方式 是通过一个真空气压系统 因为比赛场地建在破败的垃圾填埋场上 所以漏洞非常多 如果他们能瞅准机会 炸掉管道通往金库的大门 他们就能横截所有现金流 弟弟一听感觉不错 两人立马行动 首先他们需要一个懂行的炸强专家 他们找到在监狱里的老友邦哥 邦哥一听入伙是可以 但必须拉上他的两个傻老弟 因为他不希望最后分钱时 大部分给了吉米兄弟 吉米也不甘示弱 转头就把自己小妹也拉入了火 这下可好 三比三 两大家族强强联手 开始了无敌的遭操作 这伙人为了抢钱可谓是煞费苦心 首先弟弟自我牺牲 他驾着辆车撞进杂货店 然后被判刑一个半月 他来到邦哥的监狱 开始暗中帮助邦哥制造越狱的木箱 另一边 小妹等人给一群蟑螂标上颜色 他们趁晚上潜入工程现场 把蟑螂送进管道系统内 第二天他们往金库办公室寄了个蛋糕 转眼间 蟑螂就被吸引了过来 邦哥两傻老弟装成清洁人员进入 记下了蟑螂的颜色 原来他们搞这个操作 是为了得知哪些管道能够通往金库 很快行动那天到了 首先是邦哥那边 他故意和岛国传来的污水 把自己搞吐进了医务室 接着在医务室拖地的弟弟 立马把他带进厕所 此时邦哥的囚犯伙伴为了帮助他 在运内引发了一场暴动 一时间监狱内被封锁起来 由于进不去医务室 邦哥和弟弟获得了极佳的逃离机会 他们溜到室外 通过伪装木箱倒挂在运输车底 成功逃出了监狱 另一边 金米伪装成观众进入现场 他通过员工通道 溜进地下管道系统 命令傻老弟炸掉了比赛现场的发电机 由于用不了信用卡 员工开始收取观众现金 他们通过赛场内的管道运输钞票 此时邦哥和弟弟赶到了 邦哥一番骚操作 靠两只漂白笔和小熊软糖 制造了一个简易炸弹 他把炸弹送进管道 轰的一下 管道被炸开了 金米等人立马塞上气管 横击掉了管道里的现金 一时间钞票满天乱飞 一伙人兴奋的不行 他们把钞票装进垃圾袋 让两傻老弟运出去 但这时 员工发现了管道冒烟的事 他们通知了安保室 对方派了两个人来查看 结果迎面撞上傻老弟 傻老弟紧张得不行 声称自己没闻到烟 那个 我还没问呢 不过还好 由于傻老弟看起来 不大聪明的样子 保安并没有生疑 放他们走了 可是刚溜到门口 第二个问题来了 门竟然卡住了 前来查看老弟的邦哥 有点头疼 三个人怎么捣鼓都没整好 这时 金米忽然神秘出现 他在门底部一番操作 声称是链条卡住了 然后把门打开 放出了小老弟 很快回去后的几人 开始准备撤离 邦哥和弟弟通过 员工通道离开 此时 距离赛车比赛结束 还有两分钟 监狱内的伙伴一看情况 立马用烟雾引发报警器 监狱附近的消防站立即出动 邦哥和弟弟则伪装成消防员 成功混回了监狱内 这伙劫匪成功盗走了一堆现金 可第二天起床一看 好家伙 新闻上竟说 赃款已被追回 邦哥在监狱里整个都懵了 他来到酒吧 问弟弟是什么情况 因为行动当晚 最后的送钱人是吉米 可弟弟却表示 在从那晚的行动后 吉米人就不见了 估计是去外省看望女儿去了 至于钱 为什么会被送回去 他自己也不清楚 邦哥有点无语 这他妈整了半天玩人呢 他郁闷的在家待了几天 忽然门外响起敲门声 他出门一看 人没有 当时又把铲子迷惑的放在角落 邦哥瞬间瞄懂 他拿着铲子来到花园狂挖 找到了当时的一袋钱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行动之前 吉米一直留了一个心眼 为了不让邦家兄弟私吞所有钱 他故意在出口处卡上链条 耽误了邦哥时间 趁此时机 他让小妹和弟弟疯狂装钱私藏起来 通过赛场的熟人用卡车运出去 而吉米最后还回去的钱 则是邦哥傻老弟先运出的钱 因为行动当天 赛车公司没有时间清点自己的现金 所以吉米还回去的数额 赛车公司也不知道是不是全款 但由于已经被盗 赛车公司便能够通过敲诈 从保险公司获得巨额赔偿 这样一来 公司便不想追究吉米是否有自己留钱 从而也不肯配合FBI调查 正是吃准了对手这种心理 吉米得以摆脱追捕 不过道义有道的他 在给自家三兄妹拿到钱后 依然给邦哥分离一部分应得的钱 同时他还给所有计划中 有意无意给他们提供了帮助的人 寄去了现金 最后邦哥来到酒吧 感慨吉米的操作之骚 但就在大家其乐融融之时 一名FBI女探员伪装进入酒吧 跟弟弟攀谈起来 故事也在这样的开放性结局下结束了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操作嗅到爆炸的电影 叫做《神偷联盟》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